我是中心社驻台记者杨诚诚 我已于今天晚上7点钟左右赶到了花莲 并且第一时间赶到了天王星大厦的现场 目前据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 今天总共花莲一共有48栋民宅受损 最严重的有4栋 其中就包括我身后的这栋天王星大楼 除了天王星大楼之外 目前所有的受灾民众都已经被救出了大厦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多方力量已经到达花莲县开展救援 受灾民众安置工作正有序进行 台中县消防局还有高雄市消防局 还有台南市消防局 6个特州大队来做一个支援 那我们总共救出了25名的一个住屋 经电话联系 所有的住屋都联系上 我们这次地震的话 对于花莲来讲是蛮严重的 有好几重的一个建筑物的倾斜 目前我们针对于这个住屋的一个暗示的部分 已经协调相关的一些办件 然后一些县政府的一个场合 来做一个民众的一个安息 目前花莲地区余镇还相当的多 就我所站的这个位置 就刚才以来就出现了两到三次的余镇 房屋的倾斜角度也是越来越大 我们后方的平王星大楼 它是一个地下一层 地上有一个建筑物 地上一二楼已经陷到地底下去了 我们经过监测的话 有一点会的一个状态 可能有群岛的一个情形 那已经列入一个危险的建筑物 地震倒塌建筑物应该是 只剩这一栋 这一栋处理完之后 建筑物倒塌应该就还好 对应该就处理完了 我们的规定就是 余镇已经要全速撤出 因为它现场的倾斜已经快达我们的安全值了 所以我们每次余镇完我们会人员全部撤出做清点 然后请祭司评估完来做后续的工作 据住在天王星大楼附近的居民介绍 4月3日早晨发生地震时 手机有发出响铃警报 正后起居生活暂时受到影响 一开始的时候是开始慢慢的摇晃 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是变得很强烈 然后就收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警报通知 手机在应该响 今天因为我们花莲县政府那边就开始宣布停班停课 很多店家都休息了 所以在吃东西上面都会受到影响 今天是有停水了 但是因为没办法 因为很多管线都破裂了 他们现在在这基地抢修 花莲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重大预警伤害 以及前线指挥所和应变的中心 北区从明天开始将会恢复邮轮的通航 空运部分已经从台北台中高雄 紧急加开了临时航班 您这边晚上就留在这边了吗 就住在车子里面 可能也不用睡 等下准备早餐 然后可能去收容所 然后栽民拉放给他们吃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4分 就在刚才6点48分的时候 这个花莲县政府东北方向发生了理直规模4.8级的余震 实际上在今天上午6点之前 据台湾媒体统计已经发生了300多次的余震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花莲市区住的时候 晚上睡觉其实一直能感受到这个余震是不断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大楼不远的这个博爱路的早逝 已经恢复了早逝的秩序 看见